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EBM 里面的 5个A 里面的Appraise PGY学弟,你是PGY代表 对吧,那么认真就跟你确定一下 你知道5个A吗 你去试试看 做这个EBM的顺序嘛 所以第一个应该是 问问题对不对 S 后来呢就是要 找文献嘛 就是Acquire 好,那再来呢 Appraise 然后第4个呢 Apply 那最后一个 Access 有人说Audit就是去看评估的效果 怎么样 今天Apple T的有在这边吗 Aco T的有在这边吗 哦,这个一定要看 你再坐下来 好好好 如果不要玩进来还可以扫描 可以玩卡户一下 好好好,等一下玩一下 你有App直接开App 有人装App吗 应该没那么疯吧 哦,网页板 网页板也可以 网页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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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要开始 不然大家登录了之后半天也是 登录这个辛酸的 所以你看没有登录成功 所以大家的卡户在 啊,上开来了 可以只用网页板 网页板也可以啊 你就有号码就可以 然后我如果是掃QR Code 掃QR Code你就输号码 你要掃QR Code 就要 QR Code在这里 哦,有耶 有哦 然后号码在这里 QR Code跟号码 那Game Pin 对,就是这个Pin 6253755 要掃的 下面也有号码 6103322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多有步骤 其他平台有些比较简单的 就是你掃就好了 你很难 看你啊 诶诶,是不是变少还是摆这三个 好 还是可以再加入啦 因为不开始的话就会 就会那个 所以先选直级 反正三个也可以选 先让他开始 那是北韩的意思吗 对对对 你的直级是什么 嘿 我有一个研究助理跟我说 做护理就好像在当兵一样 哦 这个讲得非常的有趣 因为 女生因为当兵 他这里进来之后呢 然后 反正第一题来不及作答 对的意思 反正直级只是 直级没有关系 就是skip一下 然后 等一下他会怎么 等一下我下一题就会继续 我只是现在这样 这样的话等一下就那个 他又重来 好 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有几个 那当然就是 第一个是appraise里面很重要的 就是要你要会辨认 呃 研究的设计 设计 设计 是什么 所以等一下会再用卡户 让大家先了解一下 大家了解的情况 我们再稍微说明一下 那 再来就是怎么去appraise 怎么去评读 评读 评读当然是appraise这个字 是很好 是称赞的意思 然后 在欧美也喜欢用正面 其实就是找他的缺点 所以我刚刚看的那四篇 重磅的 我本来是想说 拿重磅 不过这里面有一篇是 最重磅的 是他的原始版 preprint 等一下 如果有空的话 我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没空 带回去玩玩看 那我会至少先demo 怎么用这个CASP 那这种checklist 理论上都是比较简单吧 那CASP 是又再进阶一点点 比较复杂一点 好 那那个Newcastle Ottawa 我后来决定不要做 因为那个更复杂 那等到哪一天 呃 如果最终是要讲实验设计 研究设计的时候 我们再帮大家详细说明 那中间用的例子就是 会用我们COVID-19 SARS COVID-2 这些study 来做demo 那最后就是有时间 就来做这个hands-on section 那 在事前有跟大家 announce几个 说大家可以来 我们 为注意事解惑一下 或者是 大家还没有很清楚 也可以 所以 就是 拿出来讨论 所以有一个是R0嘛 R0 这最近大家应该都听很多 应该有点概念 等一下会提一下 然后有 R0 R0 对 真的要讲英语 他们叫R0 N-O-U-N-A-U-G-H-T Naut Nauty的那个 淘气的那个字的 的那个 不加Y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Naut 这是零的意思 不知道是哪一国的 可能不是 反正英国也是很多外来语 所以叫R-Naut R0 R0 也没有关系 也是老美字也会讲别的 所以他是 是英文来语 可是他 英文很多外来语 所以不知道是哪里 还没有仔细去看 好 所以还有就是在演化术的分析 这些sequencing 这个 各位当年像邱凉兄也跟我一样 经历03年的SARS 所以我们就知道 前面有一段时间是 我不知道是什么 passage 但是真的是 跟现在不可同日而已 现在一下子知道是这个 当然这个爆发的幅度 还是不可同日而已 好 再来就是这个 case fatality rate 这个大家很喜欢讲 叫病死率或者是 日死率 他喜欢讲 然后要讲这个 WHO CHO的问题 到底是 这个 死亡率是高还是低 川帝也是讲的也是 一副很清楚 但是他又 整个又锁国了 卡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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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可以来就对了 欧洲不要来 英国会赚很多 英国 可是我们不是有一个英国国来 确诊一些人家 对啊 所以就觉得很诡异啊 然后最后讲一讲讲 比较深一点 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这个 实证医学金字塔 对我们都会看 那有各种画法 那这是其中一个 常看到的 金字塔最顶端呢 就是系统性回顾 分析 有一个结果可以拿来 被使用 那上面这一端都叫做 filtered information 就是有人帮你念过书了 你吃人家口水的意思 我在教会做礼拜嘛 所以常常有些 前辈就说呢 你应该要 不是只是吃人家口水 随便传人家教 就是你要 自己要去读圣经 要读懂 那我觉得 就有点像我们初学者 我刚进教会的时候 也是看不懂他在写什么 所以总是要人家念给我们听嘛 所以这上面就是所谓filtered 然后有合成过的 有些是到系统性回顾 通过分析这个来源 有些倒没有 所以在读这些东西的时候 其实 曾经 我忘记是谁告诉我说 哦 原来系统性回顾有这么多问题 就是你以为他金字塔 他还是做了很多问题出来 所以 应该是上凯讲的吧 上凯最近的任务就是 把系统性回顾拿来批一下 然后就突然有一天跟我说 这为什么15年的 两个study做起来差那么多 所以就是 这个也不能尽性输了 那再往下的就是说 你真的要自己去吸收消化了 因为有些像这么新的 这个coronavirus刚出来 你信用信用部分已经 其实现在有些preprint出来了 不过preprint就是写乱七八糟 因为大家赶时间都没有好好消化 那你要怎么去看 会不会误导 就是这些重点 那第一步呢 你要先知道它是什么study 对不对 你才能知道说我要往下 它的实证的level是什么 我先没有放另外一张图 另外一张图会想说 比较好的coronavirus的效力 可能会比 animized control trial还要好 所以 然后有些study 你不可能有trial的 比如说蛇毒嘛 你不能说这个 给这个蛇咬一下 然后看那两个蛇咬起来怎么样 或是抽烟 你叫人家抽个不抽 所以 这个就是观察性研究在下面的 这个 比较低位阶的原因 但是 做得不好的trial 其实也不见得比 或者好好好 所以 那分study的类型只是第一步 但是你要先可以分得出来 再来 最下面就是 background information 有些会再加 animal study 等等 那这一张2002年 Lancer 发表的这个 好像也是评论性的研究 我记得我那时候也是 当初音师讲课的时候 放这张时代 就有 好像是赵小云 还是谁跟我说 豁然开朗 对 好像很棒 所以我就是 都会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结果 Junior还没看到 必须还可以看一下 那它就是一个流程图的概念 第一个就是你 研究的人员呢 有没有去 分派你的 譜入 像我们刚刚在乱讲 你给蛇毒咬了一下 那另外一个没给蛇毒咬 我现在不是有35万吗 就是故意啊 譜入一下就得35万这样 那这种有很多类型 不是只有trial 像 那这一个很多的 EOS policy的研究就会做 那我忘记是 是不是 华盛顿州了 我最近发现 人家画那个 不是有个维度图吗 那有个疯传 武汉肺炎有个维度 然后就把华盛顿 画到 华府去了 华盛顿州 在美国西北 最西北的州 不算是西北 本土最西北的州 因为还有 阿斯加 对 但是 好像是 是华盛顿州 还是 海外州 对 反正没有连接 本国的这个地图 那我问一下 所以 experimental 一定是 prospective 哦 experimental 一定是不是 prospective 所以 等一下我们再讲 prospective 跟 retro specialty 这个也有很多 有心病学家的这个争辩 但是先看这个 investigator 有没有 assign exposure 比如说我刚刚讲这个例子 他们去 assign 应该是 麻州或是华州 反正一个是东边 一个是西北 他们做一件事就是 抽乐透送健保 你有听过吗 哦 之前好像前年在玩的 可能更久以前 或者是别州了 因为他就是 资金不够嘛 我说他给你全面 全面纳保 可是呢 那我们来做实验 类似做实验 那就抽乐透 抽中的人就得到健保 那不是用random 对不对 然后你random去 他也 assign exposure 有票人有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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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最后 他们的结论是什么 他只有初步结论 因为你要看长期要看 还要看好多年 还知道这个死亡率啊 这个离病率有没有增加 短期要看是什么 医疗资源的使用率 那抽到的人当然就是 能用就用啊 看一下 有一张卡不刷怎么可能 所以这个就是 很有趣 那所以回到上海刚刚讲 如果他是做这件事情 然后资料搜完 然后再回来看 有些人就说 那你就做retrospective 因为你可能程度data没有 loss掉了 你一开始没有design 就会loss掉了 那你也可以design 一个prospective的 case control study 等等 有些人就凹成这样子 但是理论上case control 最重要还是要选 那个control 还是事后选 所以其实是只有 不要在core study 或是有一点intervention的时候 你才会说有可能 有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不然的话通常是 retrospective case control study 可是那个又很复杂了 我们等下继续往下到这边 有没有这个时间程序 等下会说明一下 那你在分配实验的时候 也可能不是random的 那有些人用很好听的 特别叫pragmatic 很实在的 就是说今天 等于秋朗看一个病人 他决定他要用pantex插管 另外一病人他就正常插管 那他的判断在可能不是random 那random的理由 不是random的理由是什么 就要去评估 那这种最常见也有一个term掉的selection 不是selection bias 其中种叫做confounding by indication 但是我也是讲烂的 你爱听我常讲这个 尊业师就知道 我们说这个 神经外科病房的死亡率 比神经内科低 所以神经外科要变大 对不对 要大病房 神经内科要小病房 对不对 当年不是有这样子的声音吗 但是我不知道 我是乱讲 他说死亡率这件事情 他可能是用这个 收入来算也可以 那为什么神经外科死亡率比较低 因为他 被选过了 所以你做了某个术试 你说这个病人 我给了level 会加dopamine 所以他死亡率比较高 所以这样是不好的 但是不公平啊 因为这个病人 就已经比较严重了 所以这个是 人家都听到烂 好那在观察性研究有分 有比较跟也比较 我觉得是ICH的很差的 他们就是说 颈内科收 外科不收了 对 外科收都是比较可以OP的 比较区化好的 对 他讲不好的话 他就跟他讲说 他这个开了个月的指纹 所以相对而言 我们医院啦 这样子MS的 那个死亡率会比较低 应该是每个医院都一样 外科开到就是要有一定程度 够健康才能进去开嘛 我老婆昨天在讲 留真的谣言 我不知道是真来讲 是吧 但是有人说 他进去的时候 就已经昏迷了 你说进去 进去 不能讲医院嘛 进去某个医院的时候 就昏迷了 他应该到对面去啦 对面是哪 所以他那时候 他那时候昏迷是不知道 为什么昏迷 不知道 不知道 还是本来 不然就 不知道 怎么样 anyway就是 回拉回来 所以观察性研究 如果没有比较的话 就是全叙述型 以前 我们科刚开始 有些 大家有在做研究的时候 就觉得不好丢 因为你有时候是叙述 比如说 我做医师的时候 有被有上一个题目 叫做EMSC 就是小儿科 在EMS 使用的状况 那你如果没有任何 比较的话 人家就觉得 没什么意思啊 你又没有 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东西 那总要比较一下吧 B 那这个题目 是没有往下做的 可是我以前 我最近还有一个题目 就是说RSI 打RSI的人 病人 血压掉了 那我那时候傻傻 就把他收 打RSI 血压掉的病人 那我后来想想 不对啊 那我没有control 对不对 没有比较 所以才后来去找了 比较出来 所以像刚才那个 是什么样的study 我说我找RSI 打完RSI 血压掉的病人 Case Control 对 我那时候连那个概念 都没有尊严 因为那个就是我们的case 因为常常很多人听到control 就在想做randomized control 你好像有一个intervention 像刚刚讲的邱阳兄 选的pen test 跟没有pen test 就是 这已经不能叫case control 这已经是一个intervention experimental study 所以我们不要拿枪打自己脚 把自己位阶往下掉了 对 那 所以这个就是 再往下就是把这个分析性的研究 讲一下 所以你有看它的顺序 有exposure outcome outcome exposure 或者一起的 一起就很简单 那如果是先看outcome 再看你所谓 像刚刚讲的 血压掉是一个outcome 但血压掉也可以是一个exposure 端看你怎么定义 所以这个常常大家会 不是很清楚的是这样 然后就会 其实 游行平老师就说 any study is a coer study 你也可以说我都有追踪啊 对不对 血压掉了我就追踪到出院了 那也是一个很短的追踪啊 这也是一个coer study 除非很斩钉截铁的 cross sectional就是一个snapshot 我就照了 快照 照完之后我也就不管你了 那就是 真正的cross sectional study 最近常常会有这种 就是说 集合起来大家看一下 说 septice state 然后把septice是病人 全IC人都集合起来看了一天 那这些什么病人这样子 他就是一个很快的snapshot cross sectional study 好所以 我们刚刚已经做过卡库了 还有 卡库可以在事后登 所以 我看一下 现在要怎么知道多少人 直接就进去了 还是 那我先回到 还有人要登的话 我再把它放回去 原来的那一张slide 你可以扫描一下 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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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页 要再扫一次 刚扫完应该是到网页去 要输聘了 聘在下面这个 聘在下面这个 那我就不要完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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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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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看不到 我没办法推回去 因为我可以回到这边来看 我这边是有放 我这一题可能就是先热身了 第一题 他说这个 医师 急诊医师的资深度 跟那个收住院出院的决定有没有关系 他是高聪长跟无关很出品 那我们看他的F还有提到说呢 当然这个目的还是要看这个 他直接看study design 他是一年的retrospective study 然后有一个convenient sample 然后他review了住院跟出院的 所以等等等等 这就不用看了 所以他是什么design 不过大家已经来不及回答的话就 直接还可以 那我们会出来跑一个广告 广告不要管他 然后 你们可以选吗 还是不能选 应该可以选 可以选吗 好 所以很多人选case control study 然后 Apple对我 你刚刚是因为点到那个是不是 我不知道 我这点中间 不是那你前面那个是点什么 好 不管了 不知道 好 我来看一下这一题 那retrospective study 所以大家很多人 可能就是选case control 就被我 糊弄到 然后呢 他是 convenient sample 然后他有 review这个16个急诊医师 怎么样来决定住院出院等等 然后分成三个group 大于四年 五到九年 跟小于五年 我们现在 因为我们资深组织医师会议是五年以上 就去勾勾 五年以上 所以他就 是是 是 所以他就说呢 反正就看一下嘛 说这个 Number of patients 这个 忙碌程度不会决 影响你的决定 你忙了还是会 该做的还是会做 这个 如果说 送出院的就不一样 比较资深呢 是比较少送出院 跟这个 中生 那跟青生 就是比较之前的比是这样子 这是他们自己的研究 资深的 再看一下 Most senior EP has the lowest discharge rates 老V都比较没胆 所以跟他收住院 这是高厂啊 所以 不能代表全部厂根 只是他们做出来是这样 但是我们重点不是看这个 重点是要看 他的研究类型是什么 所以就像我刚刚讲的你 也有人选 没有人选call section 有些人说是一个trial 好 那在他这个研究里 他有去assign intervention吗 他有没有办法assign嘛 因为除非你说老V上班 不过这个上班内容不知道 他们有没有去看 比如说你上的是 观察室还是怎么样啊 对不对 那你当然放出院的就很少 所以这个还有很多很细致可以讨论的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他有去看他从这个到急诊到出院嘛 给老V看之后出院 那很短的一个chorus 就是这个 意思是这样 是跟大家看一下 好 排名有些变化 好我们先看几题再看 再有没有需要再讨论 好 会提出来哦 如果用网页反正就比较stable 哦 好 所以我看卡户可能我要 真的要转转向 不能用他了 看这里也可以 好 第二题是说呢 在Achute Ischemic Stroke之后来看 Clinical Deterioration 的这个predictor 那这是嘉义长根出品 这是李仁杰 他现在是主任是不是 他是主任嘛 李仁杰主任 的这个 他做的一系列研究 其中一篇 他说有很多的risk factors 都可能会影响 出院之后的神经学恶化 那他们就评估 他们下来评估 其这些 粗血的 生物化学的 代谢等等等等 然后呢 他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说 他先定义了 他这个恶化是大于等于四分 那他做了一个多边向分析等等 所以研究设计在哪里 我看一下 研究设计看得出来吗 这个也是顺便我们可以 学一下怎么样写好 好像没有写他的设计在哪里 这里这里 他就写的非常精简 可能按期刊要求 有些会这样 所以他说是chart data 然后2398 他住到五个medical center 应该会有韩领口 对不对 基隆 那其中有200个呢 中间有恶化 他就来做比较 好 所以你觉得他是什么样的 研究设计 其实他离开了就停止读秒 能投票就投票吧 所以他是什么研究设计 有五个回答 哦 3210 那我还是说他是chart study 所以呢 你可能看到的是这个case 在这里 对不对 你可能看到了control 这蛮有趣的 真的要这样投票才知道大家心里想什么 呵呵呵呵 好 好 所以当然我觉得 没错 从这样子眼睛看 可能没有办法决定 但 我觉得这一题答案 应该是要两个都送分 因为 你从这边看的话 的确是看不出他怎么做的 那如果你知道像 像老薛也是 对不对 中风团队的嘛 对不对 对 就很了解他们的做的是 应该是从登录资料来的 这个应该是登录资料 这应该是嘛 那大家有在做登录就知道嘛 登录就是不管 就是前面跟你说 诶 这病人是不是中风 几小时内等等的 这有好几阶段嘛 前面曾经有一个阶段是 都要登嘛 后来才营造时间 去修改 所以 它其实是一个 呃 前面没有设条件的筛选 所以 就比较像是这个cohort study 好 排名有变哦 这个 等一下再揭露 最后第一名再看是谁 好 第四题 我们再做几题 再再用一些图像 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那我们可能比较有意思 好 这一题 是 是 我之前很久以前在美国做的 那我们用的说的是什么呢 US 美国的National Estimation 就是所有 到因为HIV 艾斯病相关的疾病来急诊就医 然后这个 这个估计值 那 直接看哦 我是说 我们还给他取个名字 HRIPT 好像什么 什么警察局之类的 最近 等一下会打电话给你 8点半会打给你 所以 这个 这个他当时是Hopkins的学生 他就跑来找我们说要 想要做个研究想要念医学系 后来没练医学系的样子 最近也跟我搭上线 他就跟我抱怨说美国人都不戴口罩 在问我台湾的情况 好 那时候用的资料库是 National Hospital Ambulatory Medical Care Survey 是一个全国性代表性的Survey Survey就是调查嘛 Survey是一个调查 那等等等等 我们就去比较了 有这个 HRIPT跟MUHRIPT的呢 他的在不同的时期 他的一些 改变的状况啊 这些的 好 所以 这一题 大家觉得是什么study 勇敢投下去吧 补充一下 如果你以后要用这个来做一些 教学或者是 whatever 这个是可以留下来的 比如说你用S卡 我就知道是上凯 然后上凯 分数是哪一题答错这样子 那当然你可以匿名就不知道是谁嘛 那就可以有这个东西 可以记录下来 所以一半一半 Course-type criminal study 或者是core study 其实我觉得也是要两个都可以给份啦 那你要了解这个讨论是怎么做 这个蛮有趣的 因为他美国虽然说 健保没有像我们全品健保 然后资料库都合在一起 那他在 这个 好像是National Center of Statistics 就是有点像我们统计处 统计局等等的 那他都会做这个事情 他就 有这个定期会做这个事情 那定期是怎样定期呢 他就是 三个时期 这三个时期他就派人 那这个叫做Ambulatory Medical Care Survey 他就会到 急诊 急诊也是Outpatient 还有这门诊 只要你每天进来的 像我们在长庚资料库里面就知道说 每天进来 长庚医院看诊就给你Outpatient Number 所以 他就派人去那边站纲说 为什么看急诊 因为艾滋病因为HIV 就被我们纳进来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短的一个讨论 他问完之后他就没有了 他没有去追他 他没有 有没有追 应该是算有些追到初院 那看到那天站多久嘛 他就站在那边而已 他资料库好像没有去做太大的串联 当然现在资料库很多都会做串联 所以有时候分这个 不见得有意义啦 但是 底库他就说这个比较还是属于 Cross-stational study 好 哇 这个名次一直往上贯 好 再两题好了 再两题就好了 好 这一题呢 就是我刚刚讲的啦 我们在插管 可以快速 那个顺序插管的时候 我们就看想要找一些 会掉其他的原因嘛 所以呢 这边就有一个hypotation group 跟control group 这题刚刚是等于是讲过了 对吧 所以 我们直接看大家想法是什么 好 那我们目标是要把这个 育后的因子把它identify 出来 所以 现在帮我投个票 看是 好 所以 除了一个人讲 跟一个try以外 就是case-control study 好 那如果是trial的话 可能我们要去介入啦 但我们今天没有介入 因为又是去看 育后因子 所以我们没有去介入它 我们只是去看说 诶 有掉血压跟没掉血压这件事情 好 所以 应该够了吧 还是想再做一两题吗 还是不用了 我等一下如果太无聊再来做好了 你可能洗脸一样 有没有洗脸的 是吗 不会啊 这个四分之三答对的 好 我看一下给大家用图形 还是其他方式来看一下 Cohort study 你要先知道这个字的名字 这个排版很烂 这个也是一个Cohort 很多年前把这个照片弄下 这也是一个Cohort 那Cohort在Wiki去查 叫做罗马的军队 所以军队出去你会 我们是第一批的军队 那这个是200 2006吗 还是05 这个办公室刚整好的时候 十几年 十五年前 刚整好的时候照了一张相片 还有多少人在 就可以看说 这个军队有多少人都阵亡啊什么的 多少人生孩子啊 谷佳慧啊 秀霞啊 那还有一些都还在嘛 所以Cohort概念就是这样 你拍一群人 一群人出去 那像 这个符号就说 这些人是有 被暴露的 这些人没有被暴露的 我昨天去公园院开会的时候 他们就说他们有帮这个 台湾的水龙头厂商做一个研磨机器人 我说为什么要做研磨 因为他说他们同事有人去 然后戴口罩 可是 就被那个铜粉喷到这个脖子 不知道怎样 他就说回家就躺了一个一个礼拜 就不能动是 铜还是铅我不知道 反正就重金属中毒的那种感觉 Acute intoxication 我就很可怕 所以说你暴露跟没有暴露 他用这个来看 然后呢 有这个 有这个 不知道 山南应该就马上就挂了吧 反正他 Coreal概念就是这样 你可能有个时间点 大家一起出发 那当然这个时间点不一定是这样来 有些人早进来 有些人晚进来 但是你进来的那个时间点 踢踢可以是成为急诊医师的那一年 急诊医师的原点 比如说 哦 好 学就一路冲冲冲冲冲 冲到哪里 那我们就 慢慢走慢慢走 就是每个人的这个境遇不一样 就是 长江不一定 前浪后浪 边走边停是这个 边走边停 后面的outcome就是 这个出人头地 所以这个就是cohort study 你会可以有很多种看法 所以你可以知道他的exposure会变的 有些人可能会有暴露没暴露等等 所以这个是 不管是公共卫生理床研究就是会有这样的情况 对吧 你吃药会有没症吃嘛 这是会比较复杂的 那case control study呢 在这个 现代流行病学 就是20年 30年来 比较流行叫做nastic case control study 其实它有一个简单的match 但是你要去找一个control 比如说一样的 进到这个 长江急诊医学部 他老薛的同梯是谁啊 现在在哪里啊 就会做这个match 那你可以先挑case 这些outstanding主管级 然后去看control 然后你可以回去看说 他们当时有什么不一样的特征等等 所以你有可能知道说 这些人你 因为我们常常这个 在经营一个团体的时候 其实不是说到现在社会上 我们以前在学生时代 我们就有一些同学喜欢做这种事 就说 我们在跟邱阳兄聊天 你看辛悦 他就是一副一表门材料 培养他起来做lead 然后后来 但就事实证明也许我说的是错的 辛悦不适合做lead 之类的 那就是事后诸葛 我们是事前事后 你就分析到底是能不能预测嘛 就是这样 另外还有一些比较复杂 叫Case Core Study 那这个年代其实也不天会出现 因为Core Study的 刚刚知道他优点是这样追踪下去 你不会落实叫 没有Selection Bias 但是问题是很贵 所以会有这一段 所以这是Case Core 就结合了Core Study好处 你可能sample一些人出来做多一点 比如说好了 我们现在要讲盛行率这个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概念 或者是赶快拉回来我们的新冠 你认同现在的盛行率吗 你或者是病死率 不认同 不认同吗 最大中心都不知道 对啊你怎么选的不知道吗 所以呢 最近昨天詹卓文在Bulu poll了一个 不是有人去Srendum Select 是一千多个 支付人员吗 对 然后里面有几个阳性 但是说有症状的 后来那天我先看过 1073还是1093 然后 然后有症状的荷兰人的那个 医护人员抓过来 就竟然还一堆人中间 所以他的盛行率是多少 或者说发生率 所以这个是盛行率还是发生率是可以讨论的 因为他 你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 还在那边 因为这个病毒会多久 不知道 另外一件事情 我现在没找到那一片 另外顺便讲病毒这个事 大家应该都听到烂了嘛 说你踩到病毒的RNA不代表有感染力 对不对 应该有在听名嘴上去讲 他就会讲这个事 所以我们以前也一直在想这个事情 你踩到DNA到底 但一个急性的infection 你踩到的 他现在还有症状 他就是有感染 没错 可是像在这个format在采检 到处去采 然后大家很害怕 到处都残留的时候呢 有没有意义 我前几天 上个月省了一个稿子 他是抽血出来做PCR 那他怕PCR已经是比我们10年前做的要好很多了 所以他把很多的细菌的那个DNA都可以PCR做出来 他找了大概有30个健康的学生 结果他发现了健康学生跟这些在你医院发烧的人呢 阳性率是一样 三层的人里面抓到有细菌的DNA 那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这些健康学生 血里面也有DNA 细菌DNA 这很有趣的啊 那我10年前做的研究也是在美国抽血 那我有时候互抽血 我说我美国同事很好心让我帮他抽血 然后把他的血然后又说PCR 为什么会阳性 他里面就健康每天来上班啊 那我老板就说你是不是刮胡子刮太用力 短暂进学再跑进去 所以你抓到那个DNA 那个基因不见得有意义 就是他可能都已经被人杀死了 但是残留在里面 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 就是同样的东西 对对对对 就是尸体留在那边 对 所以 但是这是我讲的一个sub cohort 可能可以做的事情 但你要不要加case是他的好处 好 所以 这个就是这个意思 是数字而已 好 所以这边我就不讲不多讲 好了 好 好